7月20日昨夜清晨 英格兰足董杯决赛 双雄终于诞生了 恭喜上演伦敦得比 阿森纳将会对阵切尔西 看看阿森纳在决赛里 会不会又有神奇的发挥 毕竟他们也就只剩夺冠这一条 通往下赛结构战之路了 再看今天凌晨的西甲莫伦收关站 黄马果然没有能客场赢球 主要是黄马对比赛的态度 实在是不敢恭维 特别是最后的15分钟 给了对手很多的机会 这差一点吧就翻船了 我们再来看看 斗智正能量的中资球队格兰纳达 他们在主场4比0大胜比尔巴厄 联赛结束排名第7 有点可惜啊 但是别急 排名身前第6名的黄家社会 也闯入了西班牙国王杯的决赛 如果黄家社会能够顺利捧杯的话 那么格兰纳达会不会顶上了 一个欧战的名额呢 一切还很难说 毕竟去年就出现过整个西甲 都帮助西班牙人闯入欧战的先例 而且当时也是巴斯科地区的两支球队 黄家社会和比尔巴厄纷纷输球 最终将欧战席位让给了西班牙人 这么说的话 不久就要开始的西班牙国王杯 黄家社会 那是要夺冠的节奏啊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西甲的推广 怎么能少得了我们大天朝的助推和关注呢 好的 这里是想个体资讯 换个角度看体育 最后让我们来轻松一下 看一看一组漫画 来了解一下上一周欧洲足坛的那些事吧 小小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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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 好 好